沙巴土团党四名重选国会议员执意退党 并且以沙巴人民联盟直属党员的身份加入中央团结政府 那此举是否抵触了反跳槽法 各界是众说纷纭 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袁怀少就放话 将会致函给国会下议院议长 证明沙巴四人在竞选时依然是土团党员 但是其中一名退党议员 也就是拿督阿米正马上反驳 强调本身是沙巴人民联盟的直属党员 并且是在沙盟的旗帜下赢得大选 他还反向外界 不妨先了解状况再出眼皮皮 沙巴土团党四名退党议员 到底是用什么身份上阵全国大选 各方莫衷一事 陷入政坛罗生门 作为主角之一的巴巴后任国会员 拿督阿米战喊冤 声明沙巴人民联盟章程 允许个人和组织加入成为直属会员 自己也是批作沙盟旗帜 上阵大选 因此不存在退党或背叛的问题 阿米战也解释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但土团党和国盟领袖却拒绝加入 沙巴土团才会宣布四名议员集体出走 阿米战信誓旦旦 四人的行为没有抵触反跳槽法 也有信心无需腾空议席重新选举 但自家议员还没宣誓就退党 让土团党领袖大为光火 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袁怀绍就放话 会正式致函国会下院议长表达他们对四名沙盟议员 退出土团党的立场 他认为虽说四名议员是以沙盟旗帜竞选 但是选举时依然是货真价实的土团党党员 事实不容狡辩 四名沙巴议员是否抵触反跳槽法 各方议论纷纷 首相署前部长拿多斯里旺朱乃迪在短时间内 先是认定四人要腾空议席 后来又突然悠转 说四人在选举前就已经退出土团党 因此没有触动反跳槽法 再当妳的灵迹 深刻出土团党 组对土团党 遇到华吉他 证据 平常 疏忍